有听武僧一龙去 有两个精彩圈的动作 你不要过来啊 泰国百姓拳王被提翻之后不服武僧一龙 完全不顾裁判的劝阻冲上来就要违规殴打一龙 很明显被武僧一龙击逃让他难以接受 为了挽回颜面 后面的比赛各是各种嚣张动作 频繁挑衅武僧一龙 虽然说一龙不知道大家的喜欢 但如此嚣张的泰国人更是令人感到讨厌 好注意看正在出场的拳手 正是有着200场以上作战经验的泰国拳王 江通猜 这个家伙在泰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以和拳王拨求平起平坐 8岁起开始练拳 15岁正式进入到职业拳谈 18岁时便横扫泰国拳谈 无人能敌 由于在泰国实在是找不到对手 便把目光放到了市场更大的中国 妄想称霸中国拳谈 来中国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便拿下了八战全胜的豪华战绩 无人敢战 然而就在此时 背负着各种骂名的武僧一龙站了出来 虽然说武僧一龙名声在外 有好有坏 讨厌他的人有很多 但在没有任何人敢出战的时候 武僧一龙毅然决然 完全没有犹豫地站了出来 就凭这一点 不管武僧一龙是真武僧还是假和尚 这一场比赛都值得我们去支持他一下 好 双方的比赛先开始 那两个人的特点都很明显了 光头和尚便是武僧一龙 而蓝方选手红色裤衩便是泰国拳王 江同猜 本场比赛可谓是一场强强对局 同时一场捍卫我们中国拳谈的 至关重要的一战 虽然说一龙师傅 讨厌他的人有很多 包括我有的时候 也会冷不丁地黑上两句 但是关键时候这个一龙师傅也真好识啊 他也是真敢上 哦 江同猜比赛刚一开始便频频挑衅一龙 能看得出来这个江同猜完全没有把一龙放在眼里 这说明一龙在国外的名气和他的名声啊 也不是特别好 他的第一个环境动作就是运动 后扫腿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江同猜啊 他的左右腿的这种进攻力量非常的均衡 在这种内围的爆山当中 我们看到江同猜更多想用一些袭击的动作 这种袭击的非常的突然 一龙说你不过如此没关系你来吧 嗯 又一个前捞嘴 刚才我们也看到江同猜想在利用一个飞袭动作 嗯 江同猜也在利用一种挑衅的一种眼神 想激怒一龙 这个江同猜啊还真有点手段啊 频频使用激将法想激怒武僧一龙 难道可能不清楚 武僧一龙是一个出家中人 那出家人的特点就是心境啊 六根清境 所以说激将法对武僧一龙来讲 我个人感觉可能不太好使 好 注意看 好 打法很强硬 这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一龙师傅 有点不太一样 哦 包括你看这个眼神 还有这个气势啊 完全不一样 以往的五层一龙就是个肉靶子 但今天一龙师傅他认真了 因为这场比赛事关我们中国拳坛的荣誉 变成一个 前的西顶的动静 嗯 他的变化非常的多 尽管我们看到江同猜 他的打击力量不是很大 但是的变化多端 刚才利用了后扫锤的 的动作 现在江同猜在今天比赛里面 他更多的利用他的 后高扫锤 就是踢 一龙的头部 又是利用一股袭击动作 上钩 他的变化是很多 这是一个震灯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五层一龙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打得很有气势 很有爷们的感觉 以前我们看五层一龙经常是被打 像个肉马子似的被人疯狂暴打 但今天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场比赛事关我们中国拳坛的荣誉 五层一龙也是完全豁出去了 完全拼出去了 好 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看一下五层一龙能不能够KO对手 好 注意看 这个江同财的频繁挑衅依旧不断 但是五层一龙啊 根本不吃这一套 你挑衅你的 我打我的 你想激怒我的情绪 不好意思 不好使 好 注意看五层一龙依旧是一个往前压的态势 打得很凶 主要是五层一龙对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说句实话 他是非常自信的 虽然说 说不上刀枪不入 但是五层一龙的抗击打能力啊 实事求是的讲 要比一般的这些拳机手要强 这个不是在吹捧一龙 这个的确是事实 五层一龙还在往里顶 完全不给江同财 发挥腿法的机会 对方最擅长的是腿法 而发挥腿法需要一定的距离 五层一龙的话 还别说 还很聪明 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在给一龙在喊加油加油 现在一龙要采取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你用一种安心的竞争方式 安心的竞争方式 让你打空 让你打空 打得非常的放松 别看这个江同财啊 看起来很轻松很放松 观众朋友们 他是在故作镇定 因为现在这个江同财啊 他的杀伤力武器 你看对五层一龙呢 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他对五层一龙这种野蛮的冲撞 完全没办法 他最多只能是限制下五层一龙的拳法 让你有劲使放 你无法打出来 让他一龙一龙拳手拳 后面没有跟上 五层一龙拳手拳 因为一龙的拳 要比对江同财 第二回合比赛 第二回合比赛 好 目前两个回合 五层一龙我个人感觉在分数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江同财啊 他只有腿法 没有拳法 他可以获得分数的手段啊 非常之少 而腿法呢 又发挥不出来 那对方想赢的话 只能在第三个回合 KO五层一龙 否则 他完全不可能赢 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在安抑的定眼 带来WF 黄泽江中八犯男子 七二公斤的比赛 武僧英雄 同这个泰国 江同财的第三回合的比赛 我们通过前两回合已经能够看出今天啊 这个泰国的江同财 在战术运用上是非常的是鬼秘 也就是说 他的战术运用很矫啊 他尽量的是激怒你一龙之后 而且利用一些灵活的移动 化解你一龙的打击 第三回合 一龙依旧是气质不浅 而且他的眼睛没错 死死的盯住 对方江同财的腿法 对方只要有稍微想踢腿 或者骑腿的想法 就会被武僧一龙啊 立马接住 你看这个江同财 现在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啊 一副无所谓 看不起一龙的感觉 但实际上他就是在故作镇定 他比谁都要慌 你看 又还斩回双臂挑衅 但一龙师傅不吃你这一套啊 武僧一龙不禁脑袋光滑 他为人处事也是非常的光滑 混迹江湖多年 对方这种小把戏 那就是小儿科 好 武僧一龙好像是有一点点被息怒了 还是能感觉到有一点生气的啊 武僧一龙有一种连击动作 我们就说不能联系到组织的进攻对手 你看 江湖就是靠这种移动 因为在争论的力量 所以江湖他并不给你要拼这个 上山路的一个拳法的力量 天打上 你看我跟一龙 后中上钩 后中下上钩 但是江湖他很聪明 我用手夹住你 我不让你再打了 漂亮个鸡翅圈的动作 好 注意看 这一下被激怒的不是一龙 而是这个江通猜啊 这个江通猜用了一整局的激将法 但是没有想到去把自己给激怒了 好 对方还了一个 我们看一龙师傅这是怎么了 这是困了吗 赶紧起来啊 今天我们就叫你一龙 我们不管你叫一重 因为本场比赛你是打老外 而且是捍卫中国拳坛 我还是尊敬你的 好 小心 试到对方一个前手 啊 这个武僧一龙的硬度啊 还是很高的啊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算说近两年不行了 但是以前的时候的确是够硬 还剩最后的十秒 最后的十秒 现在一龙是左右的摆拳 对方就这种长矛 因为他在力量和打击力量上 是不如武僧一龙的江通猜 他都靠他一种狡猾的一些战术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三回合大战已经结束 并没有产生KO 啊 但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我个人感觉武僧一龙的一致判定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江通猜啊 太能得瑟了 他从头嘚死到尾 而且不怎么进攻啊 就是挑衅对手 我觉得这种选手啊 他也不配赢 扫他妈呀 29比28 比赛结果 红方胜 一龙获胜